第2期 第3期 抱歉 这个孔片太可怕了吧 你在做饭呢 刚好我也没吃饭 我们一起吧 不用 你干吗 你要是不想被我烦的话 你就帮我调查绅士啊 你是时间使者 一定有办法的 我办不到 那你就跟我解释清楚 为什么只有我 没有那个什么什么时间线 我只负责管理 从来不过我们原因 那我问你 你做的时间使者多久了 很久了 那你一定看过无数的人生吧 那些被你看过无数的人生里 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的人生 什么时候会被你结束 但是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人生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只有我 就只有我 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 世界上 会不会也有一个人在寻找我 却不知道 我也一直在寻找他呢 都不知道 索兰人 将来 话 国家 港 班 一直着讨楼 夫人 您好 做外卖的 您好 做外卖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有的 你住这儿啊 看吧 你要是不帮我调查绅士的话 是逃不出我的五指扇的 这是我的帮 急什么呀 既然我来都来了 你不让我进去坐坐 都没离开 抢不着 抢不着 人呢 刷一下就不见了 有没有 台湾 哪里? 冒险 什么 很想啊 没有 你 你疯了我 我怎么在这儿 是你带我来的吗 是你带我来的 我 我是不是又梦游了 梦游 以前也经常发生 总是在我恍神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 另外一个地方 我 谢谢 谢谢 不然下次关于 很好 麻烦 原来 你也没有看起来 那么冷漠吧 你别想多了 你说我会不会 其实不是人啊 要不然我为什么总梦游 等醒来之后 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这种情况 常发生吗 以前不会有 最近经常发生 的确不寻常 所以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我可没这么说 我只是说你的情况 很不寻常而已 既然没有时间线 又失去了五年前 所有的回忆 还会突然性地瞬移 身为时间失省 我有必要深入调查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去真越乐观 谢谢你 带时间的转弯 成全我们爱爱爱爱 叶顾 叶顾 我问你个问题 怎么样才可以当上世间使者呀 似乎是因为我有求于天神 交换的代价就是当做世间使者 有求于天神 你求天神什么呀 不清楚 当上世间使者之后 当上世间使者之后 之前所有的记忆都已被抹去 也就是说 你跟我一样 都不知道自己的过去 难道 你就不好奇吗 之前确实有想过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交易 但是没有人可回答我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付出代价 就可以赎回自己的记忆 那你赶紧去赎呀 不过 你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呀 这就是问题 世间使者的记忆 都被封存在一个地方 没有人肯告诉我代价是什么 所以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办法赎回自己的记忆 并且结束世间使者的身份 所以 你不愿意当世间使者 都已经做了两千多年了 不管交易是什么 这代价也够大了吧 两千多年 所以 怎么了 所以你已经活了两千多岁了 好老啊 也就是说 我现在在跟一个 两千多岁的老爷爷在讲话 说出去我自己都不会相信 话说 你已经活了两千多岁了 为什么皮肤还是保养得这么好呀 是你们时间使者都这样 还是说 你有在偷偷用护肤品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你家到了 哦 总之 今天 谢谢你愿意帮我 那我们改天见 嗯 拜拜 叶顾 你来啦 嗯 说吧 在哪儿 哎 就是那儿 当时我哥哥说 我穿着一身戏服 连鞋都没有穿 就立马出现了 哎 等后来我有了知觉之后 我已经躺在医院了 但是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于是夏爸爸和哥哥 就找了警察还有私家侦探 但是都没有结果 哎 他们还把我的信息 放在了报纸上 还有网络上 但已经过了五年了 就是没有人联络他们 这么说 那个戏服应该挺重要的 怎么没有留下这个线索 当时医生把我的衣服都剪破了 还流了一身血 就直接扔了 那个时候身上没有其他东西吗 手机 钱包之类的 什么都没有 哦 对了 就只有这个玄机 如果一个人 得到了时间使者的眼泪 那么他们双方便会达成神仆契业 而一旦达成了神仆契业的时间使者 便会无条件地 下应他主人的承拐 看来 只能好好调查这个玄机了 说不定能找出什么 这叶被撕掉了 这叶被撕掉了 谁这么没有素质啊 这叶被撕掉了 好 这个是 这叶被撕掉了 这叶被撕掉了 现在是我们的宁可 大家去探索 干什么呢 这叶被撕掉了 这叶被撕掉了 所以要我们亲自去他住的地方 远吗 特别远 所以我在想 我干脆明天再去德了 我陪你去吧 真的吗 不然到时候你身陷危机 还不是把我召唤过去 那一言为定 小悠 喂 小悠 夏希 我今天要去我外婆家 你要一起吗 我就不去了 我安排了别的事情 我今天呢要去寻找我的 小悠 我先不跟你说了 拜拜 怎么挂了 你以后出现能不能支个声啊 万一我在做什么四人事情呢 你召唤我的时候也没支声啊 你 那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让我跟踪那个女孩 你自己倒是产生人家了 好 我们是要去找人的 不是去玩的 但这些干吗 可是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啊 万一我们去了什么荒山野岭 没有东西怎么办 你怎么什么都没带啊 哦 还是说 你要带我设夷过去 这样确实不用带东西 拿公交去 公交 来 那你等我一下 不要坐公交车嘛 满足 满足 你平时饭量都这么大吗 这也不算是我正常发挥呢 要不是为了给你省钱 才吃个三盘五盘的 不是为你 吃饱了吧 嗯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先打车回去吧 我 那你呢 我还有事要办 有事情 你等等我 叶姑 你是要去执行任务吗 我能去吗 不行 叶姑 你就让我去呗 拜托了 不用 喂 姓叶的 我去了 又不会给你添麻烦 时间使者执行任务 是不能带上人类的 我 绝对不能违反规定 救命啊 有球啊 好酷 我 你还想帮我 我吗 我 我 有 你还想帮我 我吗 我 我能帮你吗 等会儿 这扇门会有一对情侣走出来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 就是阻止他们搭上下一班的火车 阻止他们搭火车 因为他们阳寿还未尽 原本 能够结婚 生下一个男孩 而这个男孩 以后在科技节 会有很大的贡献 但如果他们因为赶上下一班的火车 他们将会在阅台上 因为赶路 不慎坠入轨道 而被下一班来的火车之间 别再说了 好好功功啊 只要能让他们晚三分钟出门的话 一些错误的时间线就会被修正的 那 那我应该做什么呀 老板娘 我们要走了 要退房了是吧 到这边来 好 老板娘 谢谢您这几天的照顾 不客气 吃苹果 今天早上刚摘的 大别甜 老板娘太客气了 这是我的孙女 这是我孙女的男朋友 两个人看起来可真配 不是 其实我跟 你们也很有夫妻相的 有眼光 我们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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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来 拜拜 您这家店真是不错 我们下次再来 老板娘 人真的太好了 是啊 特别好 我说我没有 没有什么 我说我没有不理你 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这样讲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 你看看你自己 有你这样对待自己女朋友的吗 女 朋友 对呀 你再看看别人 别人会这样对待女朋友吗 我现在就要到他们拼音里 借过一下 你 就是说你呢 你会对自己的女朋友 爱理不睬的吗 那个不好意思 我们着急去火车站 急什么 你不说就你心里有鬼 女朋友跟女朋友 肯定是用来疼惜的 肯定不是用来冷漠的呀 是吧 但她却这么做了 我 还不承认 我告诉你们 她不止这么做了 她还常对我摆出一副高子弹 搞得跟我缠着你一样 你说 你是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你就不会心里不安吗 我问你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为什么每次我求你的时候 你总是爱理不理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我很孤独 我很寂寞 我需要安全感 为什么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 呵护自己的人就这么难 为什么你就不能 老大 老大 没什么好怕的 谅他也不敢做什么 但 他刚刚已经吻我了 而且 他又是时间使者 如果他真想做什么 我能挡得住吗 不行了不行了 来啊 谁怕谁 哎 奇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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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夜故 老娘都豁出去了 你竟然敢临阵逃脱啊你 你别以为你是实践使者 你就不需要一共一个房间 你醉了 我没醉 够了 小心点 我告诉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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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就是爱 值得去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曲折越乐观 带时间的转弯 成全我们爱 值得去爱 接下来 咱过去 再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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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